这个男人被设下诅咒,每逢红月之夜就会变身凶狠残暴的虎王,成为贱人就杀的原始动物。 尽管这么多年来,他尝试了各种破解诅咒的方法,但最终都与失败告终。 知道有一天,他碰到了一个老虎见到也不会杀的女人,他叫帕里,是即将去森林就职的老师,可就在报道的前一天恰逢红月之夜。 森林里满是鲜红的花粉,他慌不择路地到处乱跑,却遇上了变身虎王的男主萨玛。 虎王残忍地啃食着散闯森林的猎人,把一旁的帕里吓得不轻,尖叫声吸引了虎王的注意。 可离奇的是,对着惊慌失措的女孩,虎王显得有些小心翼翼,刚着血盆大口,始终不敢继续靠近,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却被眼前的庞然大物吓晕过去。 此时,森林里出现了一个手拿火把的男人,他就是部落首领的儿子阿德。 十年前,族人给他举行了献祭仪式,只要年满二十,他就能成为部落的萨玛领袖,保护这座森林。 可等到二十岁那一年,阿德要唤醒虎王之魂时,意外发生了。 众人匆匆来到森林,才发现,虎王之魂落在了外来者萨玛的身上。 原来,当年最强壮的虎王,也就是阿德的父亲,被邪恶的巫师所伤,匕首下过诅咒,导致虎王重伤不能自愈。 在他生命垂危之际,幼时的萨玛帮他摁住了伤口,也因此得到了虎王的赏识。 那时的阿德还只是个胚胎,他只能将虎王之魂传到萨玛体内,否则,这份力量很可能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。 自那以后,萨玛不仅拥有了森林守护者的身份,还被永远地困在这个地方。 十多年来,身边只有部落的黑仪陪着他,然而,如此付出也得不到阿德的感恩,他只觉得萨玛抢走了虎王,对他充满了敌意。 萨玛将昏迷的帕里带回自己的诊所,在刚刚的混乱中,猎人误伤了他的小腿。 一番救治后,萨玛被眼前的女孩迷住,体内的虎王之魂又开始不安分起来。 他强压下躁动,来到桌边清理伤口,虎王之魂让他的身体拥有自愈能力,凡人力气根本不能伤他分毫。 真因如此,萨玛才得以在猎人的围剿中存活下来,见到老虎的恐惧让帕里在睡梦中都不安稳。 萨玛关心地凑上前去,却反对女孩抱个正着。 萨玛轻声安慰着女孩,此时,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在她的心头悄然而生。 而在接下来的几天,萨玛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。 在看到帕里不顾腿伤下床时,萨玛直接供主抱将她放到床上。 帕里根本没有当病人的自觉,甚至在伤口撕裂后还想要偷偷下床, 却不小心打翻杯子,惊醒了睡着的萨玛。 帕里解释说想上厕所,再加上躺了这么多天,想再洗个澡。 萨玛便贴心地备好了热水,让她擦完身子再叫自己。 然后像是躲柴狼虎豹一样,头也不回地顺一逃离。 而在帕里洗澡时,她就躲在一旁,露出了痴汗般的笑容。 不久后,帕里洗完了,刚想喊医生,却又觉得不好意思。 便自己卖出浴缸,不料脚下一滑。 帕里说自己能走,可刚走没几步,就又腿软了。 我怕我没动就乖。